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班上的其他女生并无差异 但她的半身群相对短了一点 对此 奥德拉并没有解释 她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点 好友阿曼达见状后 小声安慰道 没事的 其实我们都一样 忽然 阿曼达注意到了奥德拉手腕上 有着横横竖竖近十条伤痕 她关心地问道 这是怎么了 奥德拉轻声地回了局 家里的花瓶碎了 我没事 正巧 这一段对话被A同学听见 A同学冷嘲热讽道 这绝对不可能是花瓶弄的 是你自残吧 我可是听说你在近期 好像一直在遭紧自己的身子呀 话音未落 奥德拉的脸变得痛红 她没敢抬头 拿起书包直接冲出了教室 跑出教室后 她给自己的母亲发送了一条短信 让母亲现在就来学校接她回家 母亲询问 很着急吗 因为自己等一下还有一个商务会议 能不能等开完会后再去学校接她 奥德拉则回复得很坚决 要立马 在母亲接女儿回家时 母亲问道 你是被谁欺负了吗 奥德拉紧锁眉头 沉默不语 回家后 奥德拉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母亲并没有追上去询问情况 因为她已经习惯了女儿的小情绪 在女儿五岁时 自己就和丈夫离婚了 奥德拉是由夫妻两人轮流看护长大的 后期 她的亲生父亲又找了一位妻子 继母对奥德拉看望得很严 曾在奥德拉的手机上安装过定位软件 还一直盯着她读书 虽然初衷是好的 但年幼的奥德拉却因此与她吵得很凶 而当女儿住回到生母家时 由于管得比较松 自由 这导致了奥德拉的成绩严重下滑 甚至在高一时就已经出现了英语不及格 生母见状硬逼着女儿去参加暑期补习班 虽然补习的效果显著 上周开学的摩迪考试 奥德拉得了A 但她与母亲的关系却渐行渐远 奥德拉再也不愿意与母亲交心 而母亲也没有多想 15分钟后 当母亲穿过厨房来到女儿的卧室时 她发现房门是繁琐的 敲门后无人应答 母亲开始恐慌 她大声叫喊 但奥德拉依旧没有给出任何的响应 情急下 母亲用工具撬开了房门 床上 梳妆台前 飘窗上都不见女儿 而当母亲走到卫生间时 玉帘背后的场景让她万念俱灰 只见淋浴头上拴着一根皮带 女儿奥德拉则悬在板口 当警员和医护人员赶到时 母亲已经把女儿抱了下来 并不断地再帮女儿做CPR 可情况仍是糟糕 经过抢救 奥德拉虽然还有心跳 但医生说 她其实已经无法自主呼吸了 而在接下去的两天里 经过了各项测试 结果都表明 奥德拉的大脑功能 已经遭到了不可逆的损伤 这意味着她脑死亡 2012年9月12日 周三 奥德拉的父母含泪 与女儿做了最后的道别 之后 他们亲手关闭了女儿的呼吸器 父母替奥德拉做主 捐赠了她的器官 希望这些器官可以拯救其他患者 与此同时 母亲也通知了学校 奥德拉的悲剧在校园内被传开 第二天 奥德拉的同班女生Cathy 找到了辅导员 在听完她的叙述后 辅导员立马拨通了警署的电话 聚会 热吻 私密照片 满身的绿色字迹 奥德拉的最后一程 到底经历了什么 2012年9月13日 奥德拉离世的一天后 警员接警后立刻展开了调查 根据学生Cathy所述 奥德拉之所以亲身 很可能与上周末的一次聚会有关 9月2日 住在同一小区的艾米利 因为其父母出城办事 家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于是她开办了一场私人派对 晚上9点多 当Cathy和同学阿曼达抵达她家时 发现房内非常的凌乱 地上摆满了酒瓶和披萨 里里外外总共11人 有两对情侣在角落里亲热 其余的都挤在客厅中喝着浑酒 包括郎姆 福特加和龙舍兰角 当时的奥德拉已经喝高了 她正在与一位男生接吻 边上一群醉醺醺的人都在其后 而那一个男生是Cathy暗恋已久的对象 此情此尽 Cathy有些暗难不住 她把两人分开 然后拉着男生准备回家 阿曼达子上前 想要扶着奥德拉 上到奥卢的客房 醒酒休息 当到奥德拉走到一半时 她把阿曼达推开了 她说自己很清醒 让阿曼达不要管自己 此时 站在门口的Cathy 催出着阿曼达 赶紧与自己一同离开 阿曼达询问奥德拉 是否要一起走 奥德拉拒绝了 不确定 她的后来经历了什么 只是在聚会的第二天 奥德拉没有上课 第三天 当奥德拉出现在校园内时 一些男生 总是会有意无意地 多看她几眼 而奥德拉 也开始刻意地躲避Cathy 或许 那晚的接吻 仅仅是个开始 好友阿曼达在接受警方 询问时 补充回答道 那一晚 确实出事了 听说在自己和Cathy 离开派对现场后 奥德拉又回到了一楼 继续喝酒 她好像和多位男生 有接吻 其中的一位 还激动到哭了起来 后来 奥德拉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第二天醒来后 发现自己 睡在了艾米丽 父母的房间 整栋别墅 变得空空荡荡 一个人都没有 她的外衣不见了 而身上已经被绿色的 荧光笔画得一塌糊涂 她能够看见几个 写在她胸前 手臂和大腿跟处的 不雅单词 她赶紧冲进浴室 照了照镜子 然后发现 自己的背部和屁股上 也都有一些 侮辱性的箭头和符号 她并不清楚 这是谁干的 只是很慌乱 想要把这些标记 统统都擦掉 然后她去到厨房 找到了自己的手机 不过手机上都是呕吐物 她只能用艾米丽家中的 固定电话 向母亲寻求帮助 当母亲来接女儿时 还以为 奥德拉只是参加了 几个女孩的睡衣排队 看看电视 吃吃爆米花 然后打个地铺 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因为奥德拉昨天 就是这么跟妈妈说的 但她慢慢没有想到 女儿昨晚受到了 极大的侮辱 不过在当时 奥德拉并没有 向她的母亲说明情况 她只是让母亲专心开车 回到家后 奥德拉躲进了自己的房间 她先后 给昨晚的几个男生 发送了短信 询问关于绿色荧光笔的事情 不过所有人都在推写 半夜 奥德拉收到了一些 来自于陌生号码的 奇怪短信 里面的内容 含砂摄影 以此推测 奥德拉认为 自己在昨晚喝醉后 被几个男生玩弄了 并且 那些男生还拍了照片 互相转发着 事发的第三天 当奥德拉出现在校园时 引起了不少人的怯怯思语 而这一切 正一步步地击溃她 她躲进厕所 不敢出来 为此 好友阿曼达安抚了学校 奥德拉坚持上了几天的学 她还假装很勇敢 在9月8日 也就是她选择结束生命的两天前 加入了一个女生群去聊天 她还去到了一个男生家做客 而那个男生 被奥德拉认定为 是参与了那碗照片们的 作案人之一 她想迫使自己彻底地放下 好似一切安然无恙 但谁也不知道 她的内心是屈辱和痛苦的 而当她的手机和邮箱 还在不断地接收别人 发送过来的关于 我们都会保密地这里信息时 现实又是何等的残酷 阿曼达还告诉警员说 奥德拉其实很敏感 她比同龄人发育得更早些 13岁时 她的胸围就已经达到了34滴滴 所以她一直觉得 自己是一个异类 她还没有完全做好 要长大的准备 为了与其他的女生看起来一样 她还会有意识地进行掩盖 例如多穿几件衣服 遮挡一下容器的胸部 她还会尽量克制饮食 从而让自己长得慢一点 但在校园中 青春期的男同学们也很八卦 他们会经常议论女生 甚至问女生 随了一些一丝不挂的照片 奥德拉则一直处于 他们讨论的帮手 所以当赵佩门事件发生后 男生们互相传阅议论着 这对于奥德拉的打击 可以说是致命的 不久后 警方已经得到了当晚 聚会的全部人员名单 也通过调查了解了更多 关于当夜照片们的详细信息 虽然很多同学并不承认 他们看过照片 但还是有一些人说漏了嘴 甚至在卫生间里 某位警员还听见 有人在提醒大家 关闭脸书 要不然会惹火 不过警方还是很快地 就锁定了三位嫌疑人 而接下去的问题是 这三个人各参与了多少 除了照片 他们是否还有更过分的行为呢 奥德拉的突发意外 对于他的家人而言 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警方和学校在进行调查时 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家属 直到9月16日 奥德拉的父亲 接到了一位学生家长的电话 那位家长劝父亲说 暂停第二天的火化 兴许稍后 法医需要对他进行检验 9月17日 三名嫌疑人 在他们监护人的陪同下 分别来到警署 接受了审犯 一开始 他们还在寻找各种理由 推卸或是搪塞 但当警方套路他们 说奥德拉的身上 已经发现了三罐的DNA时 其中的一个人开始松口 他表示 三个人都参加了这次恶行 四天后 警方拿着搜查令 向这三个人索要手机 但他们不是说手机坏了 就是说手机掉了 这给办案带来了难度 因为缺少铁针 三位男生并未被拘留 他们继续上课 其中的一位 还被其父母安排转校 奥德拉的父母 开始控诉校方 因为这所学校 在当地 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 每个毕业班 都能有十几个学生 被直接推荐进入 哈佛耶路等名校 但他却没有保护好奥德拉 学校内外 也曾发生过不少案例 三年前的2009年 有一位女生 在校园内 被一群男生包围 男生中的艺人 将女生的衣服拉链 给拉开了 无独有偶 在隔壁的一所学校里 一位拉拉队对照 因为一张不堪的照片 被广泛传播而轻声 但这些事情 从未引起过校方的重视 对此 校方对于奥德拉事件的回复是 学校内的教师 就此事发生时 全然不知 而且这件事情 发生在校外 法律并没有赋予 任何一位校长 就学生在校外犯错时 又采取行动的权利 而奥德拉的母亲 在打开女儿的电脑时 却发现了 这样一段 令人心碎的聊天记录 奥德拉写道 现在 全校都知道了 大家会怎么看我 我没有办法 做任何事 去解决它 甚至我的一位好友 都已经开始厌恶我 我将背负这个骂名 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是我毁了我自己的生活 而我甚至都不记得 是怎么毁的 此案件在当地 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有些人怒斥男生的愚蠢行为 使他们导致了整个悲剧 也有人认为 是家长和老师的不作为 没有关心和留意到 奥德拉的异常 导致女生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 七个月后 所有电子设备的数据被恢复 包括短信 图像和通讯记录 奥德拉的不刊照片 在当时总共被十人传阅 警方于2013年4月11日 逮捕了犯案的三位男生 在他们使用的新的手机中 警方还发现了 其他女子的不雅照片 面对审讯 他们最终承认过错 据他们公述 他们不但在奥德拉的身上 进行了涂鸦 还用手指对奥德拉 做出了不轨行为 但由于这三位男生 在犯案时只有16岁 所以他们被送入了少年法庭 同时根据法律规定 他们的真实姓名不予公开 警方和家属进行沟通 他们与2015年达成认罪协议 其中的两位男生 被要求在法庭上口头道歉 承认自己的过错 并同意将此案件公开 通过短片和演讲等形式 告诫大家 不要再犯下类似的罪行 这两位男生的家属 及其保险公司 需要支付赔偿费 给受害者家属 总计95万美元 并在每一个周末 前往监狱复兴 刑期为30天 另有一人 则被判处连续复兴45天 2015年6月4日 在萨拉托加高中的操场上 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 正在举行 学生代表宣布 奥德拉毕业 奥德拉的家人在时候 以他的名义 创办了基金会 除了为湾区 想要追求艺术和英语的学生们 提供奖学金外 基金会还会定期举办演讲 将奥德拉事件 告诉更多的年轻人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与此同时 当地还通过了奥德拉法案 法案强调 青少年在服用违禁品或酗酒后 如果在被害人 无法同意的情况下 强迫与其发生某些行为 将会得到严惩 法院将不会对施害者 进行隐私保护 若受害者愿意分枪 法院将毫不避讳地公开审理 另外 这一类罪犯 也必须接受 强制性的康复治疗和咨询 以确保他们的今后 不再就反 最后 结合奥德拉在身前的 一条聊天记录作为今日的结尾 你永远都无法知道 一张照片 对于一个女孩而言 意味着什么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见